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下一个国王 所以这边发生问题的是 仁竹他本来有王妃韩氏仁烈王后 这是赵贤氏子的母亲 他以635年死亡了 所以在取一个正式的王妃 所以祭贝 赵氏 张烈王后 后来的人说执义大废 但是他的出生年比较晚 所以孝宗后来成为国王 他的出生年以619年 1659年他死亡的时候 虽然不是亲生母亲 但是赵贝大废还健在 所以他为了他的儿子 扶伤多久 这个成为扶伤问题 然后他的孝宗的王妃 就是仁玄王后 他以六七四年死亡 看起来这个赵贝大废也还健在 所以王妃失望以后 也要讨论 这个身为母亲的人 为了他的媳妇扶伤多久 然后孝宗 驾奉以后 玄宗登基的 所以他们两位的扶伤问题 在玄宗时代发生的 我们先看一下孝宗的商人 先宗他登基以后 1659年登基的时候 在草裔的讨论 先王效忠的商年辅职 发生什么事呢 先王的长辈 就是仁主的祭费 慈役大飞的扶伤年限 到底是三年还是一年的扶伤问题 引发草裔的论证 其中大体上男人派提出三年扶伤 西人派主张一年扶伤 两派反复争论以后 结果决定依西人派的说来扶伤 所以他们朝廷决定了 慈役大飞 为了他的儿子扶伤一年 那为什么有三年的 有一年的这种不同呢 另外第二个是仁宣王后的商年 他宣宣15年的主后 孝宗的王妃 仁宣王后也过世了 草裔再一次讨论慈役大飞的扶伤问题 因为慈役大飞比较年轻 所以还健在呢 西人派主张他可以为了他的慈役大飞 为了他的祈福 可以穿九月的大功夫 商年 那男人派以前主张 效忠的商年的时候 男人派主张三年 西人派主张一年 那现在这个为了祈福 在穿九个月 男人派主张为了西福 要补伤一年 那结果决定 跟上一次一样 按照西人派的大功夫说 西人派的主张来举行商礼 那为什么发生这样子的争议呢 这种争议和孝宗的地位 规定有关系的 1645年 人主的第一个儿子 比长子的赵贤士子 他因为有病 过世了 所以赵贤士子 当时已经有儿子了 所以这个儿子有继承犬 但是朝廷决定了 赵贤士子的弟弟 让他登基为国王 所以这个赵贤士子的弟弟 是凤林大军 他是人主的赤子 这就是获来的孝宗 如果你立孝宗 登基为王的话 他本来是赤子 所以那把他这个赤子的身份 转变成抵贤士子吗 还是这位仍然是为赤子 另外讲孝宗的王妃 是为慈宇大妃的抵贤士子吗 因为第一个儿子过世了 赤子成为国王 如果这个国王把他赤子的身份 如果转变成为抵贤士子的话 他的太太也效忠的王妃 也成为抵贤士子 然后成为慈宇大妃的抵贤士子 另外一个 把他的地位仍然是为第二期妇 如果我们假设他是抵贤士 假设第二期 这个两个方面 慈宇大妃的抵贤年限都不同的 所以慈宇大妃为了他的抵贤士的话 他抵贤三年 为了他的抵贤士的话 抵贤一年 如果孝宗登记以后 仍然是为他是人族的赤子的话 慈宇大妃为了他的赤子 抵贤一年就可以 为了他的第二期妇 抵贤九个月的大功夫就可以的 所以要把孝宗的地位规定 改变还是仍然是为赤子 这样子的不同的场合 都有不同的抵贤年限 那么在这里介绍一下 当时在朝廷里面 进行的讨论内容 有代表性的两个 在这里介绍一下 显宗实录里面 对显宗大王行葬 这个内容的一部分 好 那我们请圆廷就叫介绍一下 前掌命许墓 上书论大王大妃服 孝宗大王机智之师 嗯这是什么意思 大王大妃是谁 十一大妃 然后刚 孝宗刚 过世 所以他们想要决定 跟内容我们也等一下介绍 迎离甲书 取嫡妻所生第二长者立之 一名长子为言 且曰 昭显祭早寺 孝讨以仁主大王第二长子 祭成宗庙 大妃为孝妙 知吹三年 离无一也 今来以体而不正 不得为三年则禀 成不知其何俱也 嗯 他引用的离 就是以礼 那家树是什么时代的呢 而是唐朝甲冬念的树树 树 树是先有树 然后对树的解释就是树 然后在这里支吹是什么呢 嗯 他是跟斬吹 比较不重的 那他一样是以这个所谓的 粗麻雾制成的布 然后 支吹的话会缝起来 但是斬吹的话 则不会缝边缘这样子 然后就是儿女为父母 媳妇为公婆 这种直系写心得这样子 则会穿这种斬吹 嗯 所以在这里是支吹三年 就是因为为了这个孩子穿的嘛 不过我们在这里发现 第二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用词 第二个儿子应该不是长子吧 如果长子的话应该不是第二个 但是他们 孝考就是已经过世的孝宗 就是考是已经过世的人 孝考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人主的 孝宗是人主的第二个儿子 但是因为他继承王位 所以在家长子 那他的主张呢 他是什么样的主张 先要看这个仪礼是什么样的书 仪礼是所谓的国家礼仪的书 所以他按照国家礼仪 但是刚刚实际上执行的就是几年呢 只有一年而已 已经穿了一年 所以他许牧先生主张 那个一年是不对的 应该本来要支吹的三年 然后对方跟虚目不同的意见的人 对方主张提而不正 提是他本来是这个人主的正式的儿子 所以提可以具备也提 但是不是正的 因为他本来是第二个儿子 所以对方主张效忠的地狱就是提而不正 所以不可以三年辅伤 他许牧先生对这个主张的不对 那对方的主张也要仔细的看吧 那么跟这个许牧先生不同的意见 我介绍有两位的意见 一位就是松俊吉先生 另外一位跟他一样的意见的松俊烈先生 他们两个的说法 好,请 左参战宋俊吉曰 甲令人家有十余子 将传宠祭始 皆可扶展乌 好,那在这里他的意思呢 什么意思?假设 假设就是一个人家有死口的克制 那在传承的时候该接连续死亡 嗯,连续死亡的时候 那难道他们全部都要赞 嗯,是 因为第一个儿子死亡的话 第二个儿子成为第二的继承者 他已经变成第一个儿子 那他也死亡的话 他作为第一个儿子扶上三年 然后第三个儿子继承又死亡的话 他也成为第一个儿子 所以为了他扶上三年 全部都扶上三年吗? 他这样问的 嗯,著书记名言 第二子以下为数子之意 而许慕必妾子当之 不知李毅果如是否也 嗯,那第二个儿子以下 这边的人叫做数子 那许慕先生 对这个数子的解释是什么呢? 是,他把他认为说 数子是妾子的意思 但是他们的意思的 数子是什么呢? 是,单纯就是第二个儿子 第二个儿子 第二个儿子 那第二以下的儿子 都是他们说 可以叫做数子这样子的 嗯,然后呢 又有获者之论 帝王家以季统为咒 太上皇为士君 虽之子录臣者 当扶三年云 此者无论正体非正体 皆可扶三年亚 嗯,所以 又有另外一个人 啊,在主张里面说 帝王家 是这个继承 王统 是非常最重要 所以,如果 如果 这个 有一个人 成为继承者的话 不管他 本来是次子还是第三子 第四子 都已经入成者的话 都为了他 不上三年 这样子的发言 对他们来讲 这个是正体跟非正体的 区别都没有的 所以 这样 不要区别 全部要不上三年吗 他这么问的 所以他们 对他们来讲 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然后 跟他 同一个意见的 宋实烈先生的意见呢 又赞成宋实烈 盛言姬治之妃师 且饮礼经 掌述之说 曰 庶子之称 故妾之也 然人均母帝 异位之庶子 然则孝东大王 不害为人主大王之庶子也 他们在引用这个礼记的内容来解释 但是我们在这里 圣言姬治之妃师 我们圣言这样子的弹词 看到这个弹词的时候 可以推测 应该 写这篇文章的人 不是站在他的立场的人 因为不会 如果完全站在他的立场的人的话 应该不选择这种圣言 这样子的话吧 然后他的在这里 解释的重点就是素子 因为许牧先生他们 素子结束为妾子 但是他们一直主张 我们讲的素子不是妾子 这是国王的同一个母亲 下来的这个弟弟 也可以叫做素子 所以孝宗大王 因为他是朝贤世子的弟弟 所以他说把孝宗大王 可以称之他人主的素子 这样子 因为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们说 怎么会怎么敢叫现一代国王叫做素子 所以他们一直解释 我们讲的素子不是妾子 但是他觉得自己也不一定会有所 这样子也不太会感受到 这样子也不太会感受到 也是这样子 帮助我们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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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